你分配的任务相对来说比较难 但是基本上这个就是最后一个了 开始 加油 嗨 哥 大家伙是不是觉得那个胖子很熟呢 是不是很眼熟呢 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 我上次抓你自己的时间 我现在还你了 你闹你这多少人了 没认识 哥 你忘了 上次我让你帮我充值 我让你说行 没问题 小胖 你把钱给了我了 你要啥 你要啥 小胖 你忘了吗 一报 你是不是小三啊 对 小三是不是 其实我们一块的 来吧 你拿着门客去了 谢谢你吧 不是 怎么着 谢谢 谢谢上方 潘 潘 潘金富 潘 潘金富 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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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 这么着吧 我先走了 谢谢 谢谢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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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转身回去把钱要回来 你把钱还好行吗 你把钱还好行吗 不是 那天你忘了 你又干嘛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 我以为我欠你一百块钱 但是呢 后来我刚才我坐那儿 回忆了一下 我不欠你一百块钱 所以你把一百块钱还给我 那个小胖 是吧 对 这钱无论是你欠我 我不欠我 是 我先跟你说啊 我不差这个 你想起来说 你确实是欠我 你也不用还我 明白人家怎么办 就是 我认为这老爷们一百块钱 拯救你这个钱 没错 没错 你说你偷那儿 你还给我了 咱就不说要的事 你行吗 你拿走吧 谢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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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哪天你先聚一下 叫着小山 咱黄毛巾附近 谢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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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哥